最终,失荒被孙世玲做出罚款30万,下赞领队队,平心的处罚,向百江俊看齐,孙世玲可略是业绩帮帮了,最出名的莫过于胜的赛季,在拍拖罚冰点球时,点赞拍拖,最终被读协处与借责二场,罚款与人员的处罚,而世玲点赞也成为求女狂欢的素材。 在其他赛季,孙世玲与李大宝,等学生,伊尔玛兹等人也都有盲队,在地震国安的比赛中,伊尔玛兹拒绝与孙世玲面守,孙世玲顺起终止,从2017赛季,俗协就开始对中超楼进行人员交出礼,新生采雷克斯拉竞赛大年,奥斯卡兰人竞赛班场,横带拒绝业守竞赛这次场,可以看出俗协一点都不手软, 如今孙世玲点赞作案,不知道读学会不会有住家的处罚,不管怎样,释欢不呼管的行为,我们还是要给世玲赞